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飞蛾化成人 将自己许给书生作为报答的故事 化眉 书生正在烛光下苦毒 妻子只在镜子前梳妆 当妻子慢慢回头看向书生时 那张原本貌美如花的脸竟变得十分恐怖 书生惊醒了过来 原来刚刚那只是个梦 正在梳妆的妻子温柔地问她是不是做个梦了 看着美丽的妻子 书生想起了一年前和她相遇的情景 穿的气息布满整个小镇 书生正卖着自己的书画 一个女子拂过画映入她的眼帘 书生一下就被吸引 二人一见钟情 他们很快就成亲了 洞房花竹叶 书生为妻子画上了柳叶眉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直到一个白雪矮矮的冬天 书生依旧注目卖画 途中偶遇一名道士 道士挥着浮沉告诉书生 她的妻子是个妖怪 书生吓得贪软在地 她半信半疑 倒是留下一个烛火 说是三昧真火 她告诉书生 只要在家里点燃着三昧真火 便捡分晓 书生并没有点燃她 而是将她放在了枕头下面 书生卖画回家 一打开门 竟看到妻子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 她正要被蜡烛烧尽 妻子害怕地伸出手 想书生求救 书生跪倒在地 感叹妻子真的是妖怪 妻子收回了手 眼里满含泪滴 嘴里好像在说着什么 接着妻子变成了一只飞蛾 飞到了书生手上 书生这才想起来 多年前的某个夜晚 她也是点着烛光苦毒的时候 一只飞蛾飞到了蜡烛上 她的前须已被烧掉 书生健壮将她赶走 并照上了一个灯罩 书生救了飞蛾一命 因此飞蛾变成人形 来报答书生 书生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后悔莫及 但为时已晚 妻子最终还是被烛光燃尽 画成了两行字 画上眉 画上眉 入时生浅 轻为谁 书生这才明白 妻子临终前说的话 突然 书生睁开了眼睛 妻子像往常一样 躺在自己的身边 原来 妻子那如大的眉毛 正是当初被烧毁的前须 看着貌美的妻子 书生额头布满冷汗 看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一场梦而已 之后的生活 书生对妻子 会不会有所芥蒂 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未知的事情 我们首先考虑的 会是安全问题 如果让你们在恐惧 与爱人之间做选择 你们会怎么做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 二群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 都会发生的一场梦 都会发生的一场梦